您好,Lucy好,各位觀眾好 重慶這次這件事可以說是中共的防疫政策 180度大轉變的一個惡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知道重慶發生暴動這間廠 叫大道考中原匯吉藥廠 它是專門生產核酸檢查測試的試劑 之前20大的時候 習近平在20大報告裡面 還是強調清零政策要堅持到底 你想想核酸檢查在中國對一些相關做核酸檢查試劑的廠 和公司來說是賺大錢的 因為全國強迫性去試核酸 20大報告的時候還是強調清零政策不動搖 就是說大家看到這樣的政策 就知道未來還要大規模進行核酸 所以這間廠就馬上看到20大這個報告之後 就馬上是真聘工人 因為想著全國各個都要搞核酸檢查 大規模真聘工人 而且是給了很高的工資 接著工人請了回來之後 現在中共的政策就180度轉 叫做現在是要應揚進揚 還要各級幹部做帶頭揚 然後就開展一個外國衛生運動 要求大家盡量去受到感染 理論就是說你如果足夠多的人去感染了這個病毒 就有可能產生這個集體免疫力 這個說法首先就馬上導致核酸檢查的工作 就馬上停頓下來 馬上停頓下來的時候 這個廠之前以為你20大才說了要堅持清零政策不動搖 現在不能再搞核酸了 不能再搞核酸檢查的時候 你請了這麼多工人來做什麼呢? 所以就一夜之間在毫無這個通知的情況下 就炒了全廠大概是1萬多個職工 這個時候當然就是掀起工人的極度的不滿 剛剛才招聘了進來 然後就馬上要解聘 對很多工人來說這份工難得在過去防疫 這個極端防疫的措施底下 經濟是頻臨停頓的 很不容易找到這份工 你現在突然間做了沒有幾個月呢 即是馬上就炒油 所以就激起大規模的這個反抗 所以就是這件事本身 這次這個暴動本身就是習近平的防疫政策 在180度的轉變之後呢 是造成的一個惡果來的 那當然過去來講呢 就是當你工人被欠身要去追討 如果你是集體行動的話呢 公安就會扣你一個名字叫做惡性土薪 就是去追回那些薪金土薪 這個工作呢 它加一個惡性兩個字 就是說你呢 集體行動呢 去追回那個薪水呢 這個叫做惡性土薪 如果你惡性土薪的話呢 它就會來鎮壓你了 所以這次這萬多人 這萬多個員工集體起控要求這個賠償 那重慶當局也都豪不例外派武警 想說去鎮壓 但是呢這次不同了 就是在第一天進去的時候呢 那些工人呢 竟然是夠膽反抗 而且是打回頭 打到那些武警呢 就是節節慰退 竟然呢就是離開這個廠房 那當然這件事 這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情 到第二天 到現在說是昨天了 到昨天呢 就是武警當然呢 始終他是有槍有炮 他的裝備怎麼好過你手無寸鐵的工人 所以呢就是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新的視頻呢 就是說那些武警呢 已經進駐回這個廠了 然後呢就是不斷用這個高音喇叭呢 叫那些工人散去的那樣子 那當然從這個結果來看呢 可能在這次重慶當局 重慶的鎮壓都可能是有效的 能夠平息這次這件事 但是呢我覺得呢 重要的就是說 中國人民的那個抗爭的膽量啊 是不斷在那裡積累著 你譬如說 富士通 早前在極端清零政策的影響底下呢 就是富士通的工人呢 是集體 是逃離這個廠房 集體呢是涉生 這個月山涉領這樣呢 走回去故鄉 就不想被這個 不想被這個 受到這個當局那個封食的措施的影響 因為封起來的時候呢 當時是沒得吃的嘛 那由富士通的 工人集體的逃亡啊 再到四通橋 這個彭在舟勇士 以一人的力 是聲討共產黨 聲討這個習近平 那跟著到白紙運動 跟著到煙花運動 你看到呢就是中國老百姓那種積累的那種憤怒呢 是一步一步升級 而他們 漠視這個中共的專政武器 那個公安啊這些這樣的鎮壓武器呢 也都是越來越滅視他們的 所以我覺得呢 重慶這次這件事呢 就說明一個問題呢 就是如果中國人民的那個抗爭的膽量啊 是不斷積累的時候呢 可能到最後面臨一個局面呢 就是你中共的那個鎮壓機器呢 都可能失靈 這個就是對重慶這件事的一個看法 而事實上呢 也不只是重慶發生了一些這樣的類似的新聞 而杭州呢 今天也都發生了 就是工人這個大規模的抗議的行動 那我覺得呢 如果這件事呢 持續下去的話呢 這個可能真的會影響到中共統治的根基 那好啦 那其實呢 重慶這件事呢 就看到這個中共的政策那個飄忽性了 以前就是嚴防死控 就是那些大伯上門呢 是將你的門是封起來的 搞到呢 就是這個 比如說這個烏龍烏齊 燒死很多人的樣子 因為一失火 失火 沒辦法走 因為那些門被那些大伯 就是封起來了 好啦 那這個這樣的 這個嚴防死控的極端的政策呢 已經是造成中國是很大的內傷 何以見得呢 第一 就是 就是三年來的這種嚴防死控的政策呢 已經是導致老百姓呢 是民怨忽騰 很多人呢 因為失救呢 就是沒有辦法去醫院 甚至沒有辦法離開自己住的地方 而這個枉死 這個社會的民怨是積得很重要的 第二呢 就是這個嚴防死控的政策呢 是已經導致呢 就是中國經濟呢 是受到很大的摧殘 你想想 就是說 就是在這三年裡面 又不准你消費 又不准你去旅行 又不准你開工 那就已經搞到呢 就是中國經濟呢 受到很大的摧殘了 經濟的這個滑落呢 是直接導致這個中共 那個是會影響它的政權的穩定性的 因為一直來講它的政權的穩定呢 就是 其實就是靠那個經濟的不斷增長 過去四十年來 那麼現在中國經濟呢 已經是 情況已經絕對不樂觀了 連國際貨幣基金 這個一向唱好中國經濟的機構呢 今年發表的報告呢 都覺得呢 中國經濟今年呢 是不樂觀的 好 那麼說明這個措施呢 就已經是導致中國經濟是滑波的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是政府財政空虛 可以見得呢 在二十大之前 李克強召開了一個 十萬幹部會議 就是當然是網上的會議啦 不是親身到會的會議 在十萬幹部大會上面呢 提到要用 要守護經濟這個大盤 用到這些字眼 你已經可以見到 這個經濟是受到很大的摧殘 而且最特別的地方 他在這個十萬幹部會議上面呢 提到呢 他雖然不敢直接 批評這個習近平的青年政策 他只是說呢 各地你要搞核酸檢查什麼啊 請你們自己解決財政問題 中央已經沒有錢撥下去給你們了 就是說這三年的 習近平的三年的政策呢 是令到呢 是國家呢 一來就民怨忽騰 第二呢就是經濟滑落 第三呢財政枯竭 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爆發這個白紙運動 白紙運動呢 表面上只是說要求 放寬這個青年政策 因為老百姓實在受不了了 但是呢 實質上來說呢 針對共產黨這個制度 和針對習近平 所以在白紙運動期間呢 有人喊出呢 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 這些政治口號 見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呢 習近平呢 就突然間呢 就宣佈呢 取消了這個青年政策 當然他沒有說他沒有真的這樣取消 他不但沒有再要求清零 而且提出一個很荒謬的政策 就是盡快揚 英揚 盡揚 盡揚 就是希望你的老百姓呢 盡快感染到 那麼他那個理論呢 就是說當大多數人民已經感染了這個病毒的時候呢 就會形成集體的免疫力 我記得在武漢肺炎 就是這個 施虐這個 全世界的時候呢 英國 就最早提出這個集體 免疫的概念 就是說 就是不要管得那麼死 讓這個老百姓 去這個 受到感染 然後呢 當有一定的數量的人受到感染的時候呢 就會形成一個集體的免疫力這樣 這個說法呢 當然有他的科學根據 但是當初他提出來的時候呢 中共就評擊這種這樣的政策呢 就是說呢 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政策 是要將老人啊 小孩子啊 還有那些腦弱病層的人呢 是推向死亡 那當時來說呢 就振振有詞 說中國的清零政策呢 是對人民生命最負責任的一種做法 而持有中國這種社會主義制度呢 才具備制度優勢呢 是推行一個這樣的政策 你看看 就是西方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呢 都沒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還有沒有這個決心去面對這個病毒的問題 似有中國可以做到這一點 兩年前他是這樣批評 批判西方一些提倡這個 這個集體免疫觀點的人 好了 到了今年 那個嚴防死控的政策 根本就完全沒有法治根治這個病毒 根本也是做不到清零 真正的清零 所以中國開始有些科學家呢 就重新再提出呢 是否需要呢 考慮西方那個所謂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因為比如說 人類受流感影響 是幾百年的事 是吧 沒錯 流感每年都會令到很多人死亡 但是呢 大家如果抱著一種心態 與病毒共存的時候 一方面就是注意自己個人的衛生 另一方面就是注意環境的衛生 這個時候呢 是可以與病毒共存的 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徹底消滅流感的 是吧 但是流感會不會造成 就是很大規模的死亡呢 這樣又不能見 所以就是開始有一些內地的醫生呢 就提出這個與病毒共存的觀點 那你知道啦 就是這個跟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是互相抵觸的嘛 所以呢 就是當這些醫生提出一個比較可行的 現實一點的防疫政策的時候呢 自不然就受到 習近平呢 那些那批的人的批判 我記得就是香港做有一些 一些所謂醫生啊 寵物盧 就是他還說 與病毒共存 提倡與病毒共存的人呢 就是最後呢 會共赴王全 就是對一些非清零觀點的政策呢 全部癡之以備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是到了清零政策失敗了 很明顯 那才去走回這個所謂說 集體免疫這條路 那你集體免疫呢 沒錯 就是英國和很多國家 施行集體免疫之後呢 是慢慢的那個疫情 是真的去和換下來的嘛 那接著呢 帶人家是做好準備 就是有步驟地去開放 就是那個防疫政策 習近平不是一下子 就開放了 開放了之後呢 他又沒有準備足夠的藥物呢 給那些輕症的人呢 是可以去 就是自己去醫治 完全沒有這些 那你突然間 政策180度轉變 而完全沒有一些準備的 等老百姓去適應的時候呢 一下子這樣開放的時候呢 就造成中國這個疫情 在中國大規模爆發 大規模爆發呢 就是中共的制度呢 就長期來說都是 隱瞞疫 隱瞞的數字的 隱瞞一些死亡數字 現在這個國家衛健委呢 直接放棄宣佈疫情的數字了 他說這個已經是不好意思了 還有將這個疫情的危害性呢 是降級 就是說呢 已經不是好像以前所說的 那個危害性這麼大了 這樣 那就 這個 又不去宣佈那個數字 又不給那個死亡數字 那個真相給人看 但是呢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次呢 是大規模死亡 何以見到大規模死亡呢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呢 被這個電視台拍到呢 那些屍體呢 是來不及去裝棺材 就是堆在這個停屍間啊 堆在廁所啊 堆在醫院裡啊 而火葬牆 外面那條街呢 是排滿那些屍體的 一句句屍體 就用布包著呢 是排在火葬牆的外面 是等待去燒的 那這個運私的車呢 通常來說 正常出殯呢 就一架殯儀車 就一具屍體啦 現在呢 多到什麼呢 一具殯儀車呢 是裝五、六具屍體的 可見的呢 根本那個殯儀的服務都不行 殯儀很多火花牆呢 是開足二十四小時 結果呢 就有些負荷不了呢 這個焚化爐都是爆炸 那些新聞都出來了 特別是最恐怖呢 在上海 這個中國首富的城市 在上海竟然出現呢 等不及去消失 那些家屬呢 被迫在街頭 在自己住宅的小區 那個空地上面呢 就這樣搭個爬呢 在燒自己親人的屍體 那你從這種情況 你會看到呢 就根本呢 那個死亡人數是很大規模的 就是大規模的呢 是這個 這個 原有的設施呢 是完全應付不了 但是呢 對於這個嚴峻的情況呢 中共官方媒體 你隻字不提 所以究竟 究竟這個 現在這個 死亡人數 有多少 死亡人數 是我們研究 一個病毒的危害性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是吧 但是呢 中共不肯提供 而且呢 為什麼會突然間 一放開呢 就死那麼多 死那麼多人 是不是因為這個病毒 已經變異了呢 變異到成為一種呢 是大家不去認識的 未認識到的病毒呢 但是這些資料呢 中共又不肯去提供 所以呢 就是說 你從這個集體燒屍這件事呢 通常你的那些屍體 是一個一個的燒完之後 那些灰就給了一些家人 那現在竟然出現呢 是集體一起燒 燒不及了 燒完之後那些灰呢 就是評分給相關的家人 那變成那些家人拿到的灰 究竟是不是自己親人的呢 都無從稽口了 所以呢 就是這種亂象呢 就是我覺得是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 中共社會的奇觀 就是 就是 那個屍體的處理方法 就是大規模死亡 多到是這樣的 那 從這些這樣的現象來看呢 就是我就想 突出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疫情恐怖呢 還是說 中共的制度恐怖 我們看到呢 我們回顧這幾年來 第一階段 是武漢爆發先 武漢爆發 造成這個疫情向全世界擴散 那當時 武漢爆發的時候呢 中共第一 要做 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掩蓋真相 掩蓋真相 甚至乎懲罰 李文亮醫生 就是這些最早提出這個警告的醫生 就是李文亮大家知道 他是最早提出說 發生了武漢肺炎了 但是呢 他是受到警告 受到處分 那當然後來李文亮也都是 就是在工作過程中感染了這種武漢病毒 死了的 那就是說呢 中共由於 中共在2020年 2019年年底已經知道 2020年已經是 是知道是 是會感染很多人 但是一直都不肯向世衛公佈 直到呢 是遲到一月中 一月尾呢 2020年一月尾呢 才正式向世衛公佈 就使得呢 就是這個防疫的黃金期呢 就是白白浪費了 跟著呢 他明知道 他明知道這個 疫情嚴重 美國已經宣佈 就是可能要撤僑了 他還去批判美國撤僑是 是這個 對中國的惡意攻擊 自己反而呢 是不斷放人出去 第一批放人出去就是去意大利 所以搞到意大利呢 雞毛鴨血 所以這次呢 當他宣佈1月8日 要開放國境 要開放國境 讓 意大利是第一個說 要拒絕 就是中國的旅客入境 因為他已經試過 很嚴重的 在第一波的時候 好 那第二階段呢 就是當西方各國都在研究著 與病毒共存 或者是集體免疫的方案的時候呢 中共呢 就實行一個叫做清零的政策 那麽方面呢 西方國家呢 就在研究著 怎麽樣在不影響 這個 人民的生活 不影響經濟運作 的情況下 有效地控制疫情 而中國呢 就不是 中國呢 就是 將西方的 那些做法 視之為呢 就是 躺平 視之為 向病毒呢 是投降 而中國要堅持 清零政策 而清零政策呢 就是顯示中國社會主義優越性 那所以呢 完全不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考慮 而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考慮 為了要 要表達中國 才能夠 中國這種制度 才能夠 戰勝病毒的 就對西方的那些 比較科學的研究呢 是置之不理 這是第二階段 那當然 你這樣防控 就造成中國自己呢 是很大的問題啦 剛剛講過啦 經濟蕭條啦 國富空虛啦 民憤不斷啦 而且你不要忘記它 它還對世界 帶來一些 惡劣的影響 因為為什麼呢 你這樣 這個 嚴防死控的情況下呢 你整個 物資的供應鏈呢 就斷了啦 很多在大陸生產的 燒向全世界的很重要物資呢 就生產不了啦 那所以呢 就整個 這個世界經濟的供應鏈呢 就斷了 大家當時就已經看到呢 哎呀 糟了 那以後 那些生產徹仙呢 不可以 不可以集中 就是 擺在大陸裡喔 大陸一旦它 它 它要封鎖的時候呢 那些東西出不來喔 那所以呢 你看到它就是 第二階段就是這樣 第三階段呢 就是最近了 就是突然間實手不管 就是說 你 你的白紙運動要求 要求我不再嚴防死控呢 好啊 那我就一夜之間開放 一夜之間開放呢 你就看到呢 那個疫情大爆發 造成呢 就是剛才講到那些 就是死都死不及的 那些局面 好了 那 其實呢 這個是歸根究底呢 就是中共這個制度 是 有它的嚴重的問題 第一呢 它不敢正視這個自然的災害 怕影響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其實任何國家 任何制度 任何制度 都會面臨天災 或者疫情這些東西 是很普通的東西 但是在中共的宣傳下呢 就是這個 天災啊 人禍啊 疫情啊 這些東西 全都看成是 是影響它政權的穩定性 所以呢 凡事發生這些事情呢 第一時間就是 這個 這個 否認 第一時間就是 虛報事實 那這個呢 就是 剛才提醒你也講了 由第一階段 武漢肺炎大爆發 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現在呢 就是 一樣 在內地爆發 疫情大規模爆發的時候呢 都是不肯去講它的嚴重程度啊 或者是死傷的程度啊 那樣的 另外呢 你看到中共這個政權呢 它是無視它對國際社會的義務 它雖然簽了 入了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WHO 簽了相關的協議 是承諾 對世界 對國際社會 作出承諾 說你疫情是要通報的 還有呢 你疫情是要 將那些資料 是向全世界分享的 這個是加入 國際衛生組織的一些義務來的 但是你看它 它不肯如實公佈中國的疫情 而且呢 不肯和國際防疫的措施呢 合作 你看到外交部呢 就是當天有很多國家宣佈 鑒於中共要1月8日開放國境 給大規模的中國旅客出境去外國 很多國家都怕 來的中國旅客是會帶菌 所以都紛紛要求對中國來的旅客呢 是採取這個檢疫的措施 本來這個是很正常的做法 本來這個是人家 就是你中國需要自己去主動去和人家去合作的東西 但是外交部怎麼說呢 外交部說這些國家針對中國旅客 提出這個檢疫的要求呢 是抹黑中國 中國就會對這些國家進行報復 你看那個橫紋無理如此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就是 這次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疫情固然之可怕 但是中共的制度呢 是更加可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要對中共這種制度的存在 是要警惕萬分 提醒十二個精神 去深刻去認識這個制度 對世界對人民的危害性